OK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给兄弟们选择的第三把第四把比赛的话 是我们华山州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对决 观战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哪个队啊 不过兄弟们老说要看农工的一个比赛 就说的话这一把比赛的话 也是选到了一个有带农工的一个队伍啊 农工 无底洞 华生 女儿村 斯托琳 他这个队伍的特性就是说 华生跟无底洞啊可以推雪 无底洞还可以单风吸用 就这个队伍的看性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OK 对面的队伍的话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还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第一三攻的一个队伍啊 小K的华生已经给兄弟们展示过 对吧 十八利啊 小牛橘啊 对吧 都给兄弟们看过 然后的话阎关城的那个牛家族的那个三攻的话 还有些端背没有弄齐 就弄齐之后的话 看他们打过之后才知道 就现在全服第一三攻的话 可能还是我们十八利山海小牛橘的这边的一个队伍 这边的话是一把虎阵的一个小克 我们关战番的话是一个农阵 农阵作为一个全能型阵法来说的话 也不是特别怕被克阵啊 所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把比赛的话 关战番可能还是会有机会啊 看现在这个农工秒的凶不凶 关战番的话 这边的话因为有无底洞 无底洞的话 明关宝竹的话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物理看性 就可以抵挡这一把小克 就阵容的话 对吧 化身拉一个樊群签 对吧 明关宝竹七回合 就抵挡这个小克还是没有问题 OK我们来看一下 关战番第一回合是在做一个反手好吧 关战番女孩村有意思 对面的话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对面直接宝宝给斯托尼为了一个提气的药品啊 就对面 这兄弟们可以看得到啊 全副这种顶级的一个三宫队伍 对待化身的一个态度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三宫队伍 大化身 就是跟福战队大福战一样认真 就平常的比赛啊 可以嘻嘻哈哈 但是化身啊我跟你说 一定要认真 对吗 而且这一种药品的话 都不是化身 就是NPC 就是系统 卖的药 都是从区里面带过来的药 什么提气的 九转啊 提气的五农丹啊 OK 苏朗宁有提气 虎头位 那应该伤害非常高 非常高 1600 你看 飞三气 飞宝宝应该特别痛 七千一 这个宝又腾脱进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福战队啊 说的 有懂观战帆是哪个福战队的吗 就一般这种漫天套的斯多利 应该是福战队才有啊 观战帆斯多利是漫天套啊 手动变身 龙弓 手动顶球 好吧 观战帆的话 我觉得要女儿村要封一封人空一空啊 化身要把血量抬一抬 无底洞得推一推啊 这个血线的话感觉 不是特别稳 我们来看一下龙弓 龙三位的龙弓 兄弟们脑要看龙弓嘛 好吧 就现在 说句心理话 梦幻西游里面的龙弓增不多 OK 中途的话给兄弟们插播 一条小广告啊 兄弟们有那种红色时间锁 转区账号对吧 想快速解脱的 都可以找炮哥免费购价 价格合适 可以快速解脱 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比赛 斯多林舔无魂 哎呦 观战帆怎么还不出手啊 大哥 这龙弓起盾 斯多林舔无魂 就龙弓就好像知道 这个斯多林要舔无魂啊 三回合 观战帆硬死一回合 但是我没有出啊 大哥 这边的话应该是出了一个魔镜激发呀 女孩圈 班斯多林出了一个魔镜激发 OK 这边的话无敌洞起死人 花生的话怎么说 花生接了一把金星 无敌洞不是有那个推雪的那个技能吗 为什么不推雪呀 看不住了 OK 对面破甲 观战帆的话 好像是要打一个那个 反手反击的那个感觉 这一回合应该是有一把飞机再取秒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农工山还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 也会挺猛 这个斯多林又出了一个孩子什么意思呀 农工先 第一把 OK 秒不太动 一点千的秒就没有暴击 一千的秒 我跟你说 这个伤害的话 跟刮杀没有区别 这边出了两个孩子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农工取秒的这个伤害 对面的话 也没有选择起身军 对面两个宁波层 射魂 射魂 减低 我们斯多林的一个伤害 增加斯多林的一个承受伤害 对面打得很好 连把破碎无酸 对吧 压我们斯多林 对面的话有 速度优势呀 观战 这斯多林真的太 太困难了 这斯多林叠 叠状态 叠了半天 我真的 就从变身到现在 五回合没有出过手 而且这个斯多林是带的163啊 有没有带剑步啊 我跟你说 他如果说观战番是一个福战队的话 我给观战番提一个建议啊 我跟你说 福战斯多林 要么就是带肩步 对吧 你如果说带163的话 那你 那你一定是要带变身套 你懂吧 福战的物理系的话 还是要追求一个速度啊 你如果斯多林 你不追求速度的话 你放弃速度的话 那你斯多林 你像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 你像钓鱼岛的斯多林 这么有的斯多林 都是比较快 就有的时候比大唐官府还要快 就碰见 大唐官府国标队的时候 就大唐官府点过来 你最起码你斯多林 对吧 能不能使我们犯一边 最起码先飞一拳 先把伤害打出去 有这个斯多林的话 我跟你说 带163的话 不好 真的 漫天套的斯多林 不适合带163 变身套的斯多林 比较适合带一些 就这一把比赛打 打完之前 能不能看兄弟你飞一拳 我很好奇啊 你能不能飞一把大哥 OK 女儿圈倒地 女儿圈都倒地了 这个斯多林还没飞 我感觉这个斯多林 这把PK都不太能飞得出去 OK 飞5号位宝宝 5号位宝宝比斯多林 16块 终于飞了 现在面有射魂的效果 也是飞不太动 也不行了 斯多林 两个字刮杀 龙宫两个字刮杀 开按摩店的吧 龙宫 我跟你说 龙宫这把取秒 还不如不取秒 好吧 总共秒了几个单位 谁能两个单位 所以说兄弟们 为什么 兄弟们老有人 看龙宫的一个比赛呢 就现在传统法系 龙宫的话 我跟你说 现在传统法系 龙宫的话 我跟你说 你不是那种 像珍宝格啊 紫禁城啊 那种特别厉害的队伍 我跟你说 说句心里话 你真的 没有感觉的 真的 真的没有感觉 并不是龙宫硬件差 就龙宫这个门派 就没有伤害 你懂吧 并不是说 你龙宫秒的伤害低 就是没有硬件 兄弟们 看那个群雄冠军杯啊 对不对 你像我们 珍宝格紫禁城的 那个龙宫 其实伤害也不高 对不对 但是他会通过宝宝啊 通过一些战术啊 来弥补自己的伤害 就这边的话 像这种 对吧 可能说团队 硬件没有那么好 就真的 千万别玩龙宫 龙宫这个门派 真的是个字 狗都不管 我觉得去 抓抓鬼 抓抓出来 对不对 还可以 OK 比赛八回合 好吧 观战犯逃跑 选择犯弃 喜欢炮哥视频的 点个圈梯 点个关注啊 有什么意见 建议都可以提啊 因为视频是做给兄弟们看的 都欢迎兄弟们提意见 好吧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